如果我说这个东西是秦天柱,你会认同吗? 如果我还说这个角色既是男的又是女的,你还会再次相信吗? 在《变形金刚日版世界观》中有很多名字里带有秦天柱,而本身不是秦天柱的角色。 比如超能勇士2里的Liar Convoy白石秦天柱,以及超能勇士Neo里的Big Convo猛马秦天柱,这里的Convo只是一个后缀。 你可以理解为Convo是一种官职,所以有蓝脸加白口罩,再加天线的脑袋并不一定是秦天柱本人。 他可以是很多角色,给大家放的小片段应该就能理解。 是不是有一种的感觉? 甚至星星队长在日版动画《变形金刚之机动战技》,也就是RM动画里面,直接叫Beast Convo。 白石秦天柱和秦天柱本人,在这个系列里也有出现。 甚至秦天柱本人直接叫G1 Convo。 在这么多秦天柱一起同框的时候,霸王龙还来了句官方吐槽。 所以,在日版里,秦天柱除了本人可以叫这个名字之外,其他角色也可以在名字里有秦天柱三个字,但是此柱非笔柱。 所以,本期,给大家介绍一款Nitro Convo火线秦天柱,也可以叫超越的角色。 首先请忽略我这个碎吊的地台。 超越登场于日版动画《变形金刚之银河之力》,也就是后来美版和国配的赛博坦传奇。 在原始设定中,这个角色是男性,而且性格是很傲娇,不太稳重的类型。 后来美版直接把他改成了成熟稳重独当一面的战士,并且把性别从男改成了女。 最后,就是国语配音,这个是按照美版直接翻译过来的,但是配音也是选用的女。 只要一秒钟,我就能把你干掉。 白日做梦,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你不先告诉我你是谁呢? 看来你根本就不是这儿的人。 这就让我想到了本身是女性的飞剑勇士,在日版里却改成了男。 但是结合动画里他俩的关系来看,搞得跟男童一样。 算了不扯多了,我们来看看这款将近20年前生产的超越的玩具做得怎么样。 这个地方采用的是软胶,所以时间久了会变形。 C版玩具附带了一个行星钥匙,你可以用钥匙来解锁全新玩法,来看看变形结构。 其实这款就类似于比较牛的一种一件变形。 原理就是把双腿解锁之后,车窗里的卡扣, 就会被后面的弹簧自动解锁。 解锁的同时,这个白色的凸起就会连带插入这个凹槽, 而这个凹槽里是双手的卡扣,而且双手里也附带了弹簧, 所以解锁之后会弹出来,同时这个白色卡扣和黑色卡扣会发生碰撞。 再加上后面这个弹簧,所以就可以自动把头雕给翻出来, 因此就可以得到这种环环相扣的结果,确实是很巧妙。 接下来只需要把裆部结合,然后展开双脚,再结合背包卡扣,就可以变形完成了。 他这个背包还设计了两种不同的结合方式,在有武器的时候利用这个凸起结合。 如果把武器拿下来放在手上的时候,就利用这个凹洞和黑色的凸起结合。 怪不得总有人说C版玩具做得很良心,这样看确实是很良心, 就是这个超越的美形度不太好。 也不知道当时美版给这个形象的角色定义为女性的时候, 粉丝是怎么接纳的,反正我是看不出来她是女的。 飞剑勇士最开始发售的玩具,好歹还和男的沾点编把, 这个我确实是解释不了,但是玩具很好玩, 人物形象刻画的也很生动,好东西值得推荐。